Vicky, 你說做德國鹹豬手 但又不是我想像的那種 是 你是不是做得到脆脆脆 而是煮得…淋滑的那種 你猜錯了, 它又不是脆脆 又不是淋滑滑 它是軟軟軟的那種 有時候你會看到那些法蘭西餐 有些肉批來配麵包 這就是他們常用的一個凍的肉批 他們叫做Tekin 更配合脆脆脆的蒜蓉包貼 聽起來很好玩又新奇 是 我也想學習一下 很容易學習 快點開工吧 其實沒什麼學習的 這裡有兩隻鹹豬手 你可以煮它也可以 是 但我覺得有一個方法更加簡單 蒸它, 蒸多久呢 這個已經是買回來的 那種鹹的嗎? 對, 鹹了 為什麼要用它呢 因為用新鮮的也可以 但新鮮的顏色沒那麼漂亮 煮完之後, 它會比較灰暗 但這些鹹豬手煮完之後 它的顏色還是比較鮮明 會比較粉粉紅紅 明白 這個就是… 對 而且它的入味 醃至肉很彈彈 是… 除了豬手之外 兩隻有些甘筍 稍後會切到肉批 明白 尤其是我們的爐這麼厲害 可以達到120度 我看怕兩個小時都適合你咬 是 Jacky, 現在豬手蒸了 現在我們先攪拌蒜蓉包 我們有室溫的牛油 蒜蓉就可以了 很簡單 如果你真的不太吃得蒜味 覺得它很厲害 是 你真的可以不斷炒一炒 然後我們有些是這些… 番圓篩 是 我們叫做意大利番篩 切一點點就可以了 其實顏色的作用比味道多 就算切蔥也可以 我們自己用的蔥也可以 是 那這個牛油需要用鹽牛油嗎 還是就這樣牛油 通常專業的廚房 你說是住法餐的廚房 很少會用鹽牛油 現在才可以加一點鹽 醬汁 我們加少許辣的紅椒粉 紅椒粉而已 沒有辣的… 你的樣子也比較好 對, 加少許辣的 現在我去西餐廳吃前菜的麵包 是 英格牛油喜歡加很多花筍 是嗎? 對, 放不同的味道 有很多他們用不同國家的味道 日本的最加得多 很多時候我們加多醬汁 用來送兩種配合一起吃 這個麵包也乾的 這個肉串, 加少許辣的汁 很多時候我們多加多醬汁 用來送兩種配合一起吃 這個醬汁有沙律醬 也有少許蒜蓉 也有非常醒胃的青瓜仔 這是手指尾這麼大條 吃熱狗的, 很大條 很粗, 很腸 它沒那麼多籽 是… 咬下去的時候, 全部都是肉 是… 而那種, 一咬下去中間 就含了, 都是那種籽 對, 一些都不脆口 這個比較漂亮 如果在法蘭西人 這個叫做… Condition… 那種普通的Gergen 就不是這個級數 蒜蓉就剁好了 這個也要切碎 你看到這些就是芥末子 就是做芥末的那種 是 用來醃製的 芥末子也挺好吃的 對, 不錯的 這樣 放在醬汁裡 對 無論是豬肉也好 鴨肉也好 它們也會跟著酸菜來吃的 這些醃菜 變成現在的醬汁 加上這個青瓜就剛剛好 這個也是給少許多蒜蓉 好, 我們放在蒜蓉 然後放在大盤裡拌勻 還是那句 可以的話, 加少許辣粉 是嗎? 這個不辣的, 是嗎? 不辣的 對 做色做碎而已 對, 沒錯, 做色碎而已 豬手又完成了 麻煩你幫我拿出來吧 沒問題 熱熱, 放在哪裡 是? 這些… 這些震撐 對, 我最喜歡這種就行了 怎麼樣? 那你先… 先享受一下 讓它冷靜一下 這個呢, 厲害 這個就是… 法國韭菜 你猜對了一盤 對, 是韭菜, 是八卦的 其實這個菜式, 如果你是這樣看 有點像是我們那些牛肉的做法 是… 都是煮了豬肉 對, 這樣又弄碎 這樣壓在模子上 這樣 我看見有些人都會用鹹豬手做的 對… 對, 我也看過 對… 但最容易看就是顏色 因為這些, 如果不是鹹豬手 它的肉就沒那麼紅 沒那麼粉紅 因為它也加了一些保存劑 除了鹽之外 那種保存劑就令肉有點紅 是 那我們就怎麼做呢 通常我們都會… 就是一開四 你看它的肉的顏色多漂亮 是的 如果是普通的豬手, 新鮮肉檔 你怎麼煮也去不了這個顏色 我看見你蒸完之後 這盤水和火腿汁還要不要嗎 要, 你說得對 這盤水有什麼用呢 我們就把它煮 把這些味道煮在肉上 簡直是精華 對… 為什麼剛才我用蒸的方法不用煮呢 因為我覺得如果煮, 味道很多 就去到大鍋的水裡 但是如果蒸的話 就留下這些精華的醬汁 原汁原味 對, 這樣就可以煮下去 就是這樣, 我們開火 我們就不斷把切好的放進去 通常切得多大才對呢 如果是手切, 通常都是這樣 一粒粒的大小 肉丁大小? 對 好了 好, 放進去吧 是, 直接放進去 把味道完全混和 現在我把剛才一起蒸的甘筍 切下去 是純粹給它一點色?還是… 其實真的有味道 是, 放進去更多不同的味道 現在這個 這個韭菜也放進去 是 又一手帶, 放進去 是, 拌勻它 放了韭菜真的… 是的 一煮後, 那股香味真的不得了 我覺得是很… 它這個獨特的香氣 比用意大利番茜更好 在它現在不斷收汁的同時 我們就準備一個這個神器 它本身已經有些不黏的塗層 是 但是為什麼還要抹少許油呢 是 因為待會兒我們會放一些保鮮紙 來鋪上焗盤 所以塗少許油就方便很多了 是 Vicky, 那個凝固的作用 是靠豬皮的骨膠魚 其實已經足夠凝固了, 不用加什麼 Jerry浸泡的 不用了 是的 你說得對 尤其是你現在這樣煮完之後 它熱、辣、辣 它的膠真的更容易釋放出來 你也不用壓它, 又不用加魚膠 就這樣等它攤涼了 它已經是黏住了 是的 好了, Vicky 放到夠了, 我們就開始把它封鋪 這個, 再放一張保鮮紙 是 按一下 就有一個我們常用的封鋪手勢 是 把這裡這樣 把這裡又這樣 壓緊空氣出來 好, 把這裡這樣… 禮盛 冰箱 冰箱 要起碼六個小時 這樣就可以冰硬了 好,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焗脆脆的蒜蓉包 180度 是 焗到脆位置 這麼久 每個焗爐的工具都不同 是 現在這個大約是五、六分鐘左右 是, 等著吃 好, 要吃 說時遲那時快 六小時後就變成這樣了 挺硬的 對呀, 難怪 對呀 完全不用加魚膠 不用加魚膠 它有豬皮和肉汁 一旦硬了就變成這樣了 我以為這麼硬, 必須加魚膠 就是這種質地 對呀 你哪裡不夠硬呢? 你塗魚膠 對呀, 發嘴 這種亮麗的顏色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 在咸豬手上就有這種顏色 如果我們用新鮮的 就一定是灰灰的顏色 對呀… 冬食和熱食的風味完全不同 剛才如果是熱辣辣吃 就像我們… 是呀 對呀 豬手煲 喝香檳就好了 我去等著吃 喝香檳吧 好… 真的有香檳 就是, 喝了一點 喝了一點 Vicky, 你這個鹹豬手凍 令我聯想在上海的鎮江牛肉 那是怎麼做的 你配這個蒜蓉包 想像到這個蒜香味和鹹豬手 應該很合適 中式牛肉你吃得多 你試試西式的煮法, 看看如何 好 試試吧 平常吃這個, 只是吃這個批 只要加上醬就比較少 是 韭菜味道很出色 是呀 你一咬中韭菜, 這樣… 是呀 但如果你放意大利番茜 它的味道不會那麼強烈 是… 咬下去, 豬皮、凍肉 全部都做得很…很香甜 你咬下去有彈性, 但它不乾 是, 先吃蒜蓉包 好吃 吃得很好 想不到豬手可以這麼多變化 吃完你這個凍批之後 我又有心靈感 下次可以嘗嘗用泰式鳳炸汁料 做一個太好吃的豬腳凍 學到東西 對… 聽起來好像挺棒的 對… 祝你成功, 你搞定就叫我 好… 來吧 好 好, 乾杯 老爹帶我們去威出外吃飯 生魚邊連湯每次都叫 因為你知道, 他們有湯 有豆腐 還有炒魚片給你 是 多開心 總之哪個滿月的豬腳薑 都是我負責的 很好吃 那些人就問我 你加鹹蛋就很鹹 其實不是 因為薑醋是甜和酸的 是 融合了鹹蛋的鹹味 原來起了化合作用 是很好吃的